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等 周子洋 我沒有講他壞話 我們講事實 沒辦法 當初這個重劃區是一個邊邊條條的地方 他被發 不是 被發明 公白講發明 他被發展到現在 他當年的地就是有限 所以有些投資客認為 一個新的重劃區可以炒作 自然能賺到錢 這個是重劃區通常會紅的原因 就是投資客認為可以炒作 但是他的地理條件就是這樣 你看 沒有利多 只有炒作 前有高架 後有墳墓 有爐渣 社區跟東北季風 隔河而下 吹下 周子洋在這裡 這個是東南西北 按照地圖上的東南西北 當東北季風 冬天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吹下來 先吹到蘆洲 然後整個河邊 河邊就是水 水氣再把整個吹到周子洋 五谷這一帶 然後後面是山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 風吹過來就會在這邊累積堆積 累積堆積 所以這邊沒有得擋 夏天比較舒服的西南風 在北部是西南風 反而比較舒服 被山擋住了 所以它只有剩冬天的東北季風吹下去 你們想要知道什麼區域 趕快留言 想問哪些區域留言 問我說這個區域有這個問題嗎 那當然 其實你把地圖打開 你就知道了 真的 你地圖點下去就知道了 到底哪裡有水 哪裡有山 哪裡有水 風怎麼吹 因為這個是很國中高中的科普 它並不難 懂嗎 它並不難 兩台車加機車或腳踏車 為什麼 因為這邊交通不方便 它有六四快速道 它有公車 但是你最好自己要有車 兩台車是如果你有夫妻兩個人的話 一人一台車 免得到時候老公整天接送 開車的人整天接送 眼淚得要死 好 眼淚 所以需要兩台車 機車或腳踏車是去附近的傳統市場買餐 因為這邊的生活技能不好 你要去買菜 要去附近的那個舊市區 你一定要有機車或腳踏車 不然你開車沒有停車位 你就被腰洗 武漢肺炎之後 買菜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喔 非常重要喔 你不要想說 我去那個什麼大賣場買就好 可以 那你需要汽車 你要去加班福大任方 你就要開一台車買一個禮拜的份 美式生活就是這樣 你叫Uber Uber 不見得會送喔 有些社區 Uber 不見得會送 買下去你就會吐血喔 因為它不見得會送喔 兩個冰箱是你必須要儲存食材的能力 很多人家裡都有兩個冰箱 廚師機 非常潮濕 我跟他們講 非常潮濕 好 這個冰箱其實真的 我們社區啊 前幾年有人捐了一台冰箱下來 就是這種冰櫃 我好高興喔 謝謝那個住戶 因為大家越來越會買 然後那個團購 油購 網購 因為真的比實體店面便宜 所以我們社區經常堆滿各式各樣的雜物 那有些冷凍的冰的怎麼辦呢 就需要這種冰櫃來冰 住戶太會買了 我也不能想說 麻煩你不要買水餃 水餃會冷 水餃是要冷凍的 然後它已經送進來 你就只能幫他丟冷凍櫃 所以有一些熱心的住戶的確不錯 因為它捐給社區借用的冰櫃 比較小台 他們家可能買的更大台 都是這樣 本來是買一半的 後來變成雙塔 然後接下來可能再多買兩個 可是如果說家裡有小孩子的 你就必須要準備這種東西 因為你必須要儲存好幾個 有些人是儲存一兩個禮拜的能力 有些人是儲存一個月的能力 這些能力在武漢肺炎之後就會很重要